下一個例題 下一個例子 右途所示不計主力摩擦 什麼話都不管 一公斤重可以使彈簧伸長0.5公分 在一定限度內 圖上面顯示是伸長幾公分 這個題目就要考我 跟你講過的 普克定律的注意事項 第四點 造成形變的力都是 成雙成對的 我們嘴巴上講說 施力5公斤重伸長1公分 事實上是有兩個5公斤重 所以這個圖上面 雖然左邊一個6 右邊一個6 但是我們在講法上叫做施力6公斤重 施力6公斤重 那麼前面告訴你 1公斤重會伸長0.5公分 所以 6公斤重伸長多少 3公分 所以答案就選C OK嗎 很好 那麼下面一個是類似的題目 再配個圖 然後告訴你是 外力跟伸長量 這個圖 這個圖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的習慣上 橫坐標是外力 重坐標是難的 他把它倒過來畫 所以要請你看清楚 誰是橫坐標 誰是重坐標 然後他題目給的是伸長量 然後呢 問的也是伸長量 所以就比較沒有問題 就不需要再轉彎 然後呢 按照圖所示 我左右各掛2公斤重 那麼請問你 我的伸長量應該是多少 這個應該看圖就知道 跟剛才的 考的內容事實上是 一樣 有什麼差別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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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選B 請坐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跟你說過的 造成形變的力都是成雙成對的 所以左右各掛2公斤重 就是2公斤重 就是2公斤重的意思 就是2公斤重的意思 那按照圖上顯示的 重坐標是外力 橫坐標伸長量 圖上你把你標好了 2公斤重身長幾公分呢 20公分 20公分 所以呢 按圖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按照B 好 所以答案就這樣 這一個卡我跟你講過的 五個定律 注意事項第四點 造成形變的力都是成雙成對的 所以圖上所顯示是 施力2公斤重的意思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 謝謝 10és иту